各位朋友们好 我是A-SOL进入培训男的幻想 A-SOL微别同入门到今天八月期呢 今天呢将进行第十九期 A-SOL程序实验程序 我们在前两期呢已经讲过 A-SOL工作表的实验程序 A-SOL工作部的实验程序 那么今天所讲的A-SOL程序实验程序 和前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主要是应用范围上不同 工作表呢是用于 应用于某一个工作表 那工作部的实验程序呢是用于 A-SOL文件某一个A-SOL文件 那么A-SOL程序的实验程序呢 它是用于所有打开的A-SOL文件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文件中 编写A-SOL程序实验程序 那么它就可以自动 适用于所有一件打开的A-SOL文件 A-SOL文件 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A-SOL程序 实验程序的编写和应用 A-SOL工作表的实验程序呢 它是在工作表的代码窗口中 A-SOL工作部的实验程序呢 它是在Leadbook Book这个代码窗口中 那么A-SOL程序实验程序呢 也可以在Leadbook Book中 也可以在插入的另模块中 那我们今天的主要讲一下 在Leadbook Book中 来创建A-SOL程序实验程序 首先你要想应用A-SOL程序实验程序 你必须要声明 怎么而声明呢 你要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呢 让它拥有A-SOL程序的实验 怎么声明呢 我们看一下 Public with events APP这是一个变量 As A-SOL Application With events 它可以声明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拥有 某一个对象的实验 那在这里呢 就是让APP呢 拥有了A-SOL程序的实验 我们进行这一句声明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 对象这边框窗口中 看到APP 然后呢 我选择APP在后面就可以看到 所有A-SOL程序的实验 你看下有什么实验 有New Workbook 然后Shit and Pay 然后Shit清洁 很多等等 那这些程序呢 我只要选取A-SOL程序 然后呢 选取实验呢 就可以插入一个开始和协助语据 然后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写 我边写好以后呢 它就可以适用于 所有打开的A-SOL文件 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 我们要想让 A-SOL程序实验程序 正常运行 必须要运行一句代码 什么哪一句啊 我们要运行这一句 Shit APP等于A-SOL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 我需要把A-SOL程序这个对象 交给APP 然后呢 这些A-SOL程序实验呢 才能够正常来运行 那你放在哪儿运行呢 我们一般呢 是放在Workbook open 也就是说 我再打开A-SOL文件 说呢 就可以来运行 就可以运行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 那个文件要打开 那怎么打开啊 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 就是保存为加载红 那比如说 当前这个文件 已经编写了A-SOL实验程序 我就把它保存为加载红 怎么保存 文件 另存为 那这个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不让不让修改啊 英文字 我已经保存过加载红了 现在我先把它取消 取消 然后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另存 另存为 大家注意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你可以就说保存 保存路径呢 你可以任意选 那这个文件 类型 保存类型 大家注意 如果2013的话 你要保存 有个加载红形式 还在哪呢 2003加载红 在这了 这个是 那如果2013呢 你可以保存为 有一个2013的加载红 那2013加载红 它的后缀是SLA 你保存以后呢 你怎么加载 你可以通过工具菜单 然后呢 加载红命令 然后通过这个窗口 点浏览按钮 你找到你保存那个路径 然后呢 选中它 然后呢 确定 确定完以后呢 那你这个加载红呢 就加载完了 那相当于open 你加载完以后呢 那你当你打开任何SLA文件 也就是说你打开SLA程序 那这个open这个文件呢 就会自动打开 那这个文件打开了 那它 它的事件就会运用到 所有打开的SLA文件中了 你只要这里面编写的SLA程序事件 它就会运用于所有打开的SLA文件中 应该中 这是一个就是说 我让带有成义事件的文件呢 自动打开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们要保存加载红 那下面呢 我们有几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例子是是这样的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我 这个电脑上的文件呢 每打开任 就是说你打开任何一个文件 都会提示一个输入口令的一个窗口 如果你输入正确 就让你打开 如果呢 你输入错误呢 就关闭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代码 什么来编写的 这个代码呢 是编写在一个加载文件中 是个APP 我也把它加载 就可以看到了 选中open 然后呢 加载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 这是open sla 这是一个加载文件 我双一阶的workbook 我就看到 我变起来代码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open 这个workopen这个事件 这是一个程序级的事件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 上面有声明 在这呢 使用的是workopen workbookopen这样一个事件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中间这个wb 爱的workbook什么意思 wb是传递 就是把你正在打开的 sla文件 这个对象 传递到 程序中 你在程序中 出现wb呢 就代表着 你正在打开的 sla文件 我们看一下代码 如果wb的名字 等于open sla then 退出 这个什么意图呢 就说 当你这个加载文件 打开的时候呢 我就不验证了 因为呢 我如果说我验证了的话 我验证不对 还要把这个加载文件 去关的话 那我以后面打开的 就不再 就不再起作用了 因为它这个带有 实践程序的 这个文件的关闭了 那它的 sla 程序实践了 就不再起作用了 只要你关闭了 就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说 只要是 打开的文件时呢 只要是这个文件 我就不出现验证了 什么问题出现验证了 就是说你 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不是 这个加载文件 我们看下面呢 A等于 Application input box 请输入打开的 层级口令 安全提示 这个呢 可以弹出一个 输入框 在输入框呢 其实让你输入口令 如果你输入的口令 不等于 123 然后呢 就 wb.close true close false 就是关闭 这个文件了 你只要输入口令不对 那就关闭了 然后呢 提示一下 很抱歉 你没有打开 本期的A4 程序权限 那代码就编写完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打开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你这和你这 你即使启用红 即使启用红 那这个验证口令 还是会输入 还是会 提示让你输入 我们看一下 这文件呢 现在已经打开 但是 还 还是出现了一个 安全提示 请输入 打开A4 程序的口令 那这口令呢 我啊 故意输入错 我们看一下 确定 文件关闭 然后呢 会提示 很抱歉 你没有打开 本期A4 程序的权限 那如果我输入正确的呢 我们再试一下 输入正确 123 那这个文件 就正常打开了 那这个文件中 我打开这个文件中 它并没有编写 输入口用的代码 但是它显示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使用了A4 程序实践 你只要这个带有 程序实践的文件 已经打开 那么你所有 打开的这些 A4文件呢 都会 A4文件都会 自动触发 那个事件程序 所以说呢 虽然你这文件 没有编写 输入口令的代码 但是它也会提示 这就是A4程序 事件的实用 咱们再看一下 其他例子 这是一个 打开的一个事件 你看这个 New Workbook 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什么呀 新建工作部 那如果说你不想让 别人新建工作部 怎么办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New Workbook 这样一个实践程序 那别人新建了 那你给它关掉 就算了 就把它给关掉 怎么关掉呀 WB Close 关闭不保存 然后其实呢 你没有新建工作部 的权限 咱们呢 实验一下 通过点击这个新建 来新建个工作部 试试 清完以后呢 我们一闪 没有了 那工作部 给关闭了 然后呢 其实你没有新建 工作部的权限 那这呢 就是因为 这个New Workbook 这个实践程序呢 起作用了 这是一个就是说新建工作部 时会触发的实践程序 那就是New Workbook 这也是一个ASO程序 级的实践程序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Workbook Before Printer Before Printer 咱们在工作部的实践程序 中也讲过了 它是打印时 会自动触发的一个实践程序 那如果说 你不想让 对方打印你 就说你所有的ASO文件呢 都不让打印 都不让打印 你只需要在这个 加载红文件中 设置一个Workbook Before Printer 就行了 提示 你没有打印工作 本工作部的权限 然后呢 Pincil等于True 咱们上一节 上一节讲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禁止打印 这是打印 咱们看一下效果 点击 打印 你没有打印 本工作部的权限 那我们再打开 另外一个文件 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 看能不能打印 请用红 扣令 我们输入证据 打开 那我们打印这个行不行 那这个呢 发现也是不行 你没有打印 本工作部的权限 所以呢 这个工作部也适用了 也触发了 刚才我编写的 打印事件 关闭 再看一下 其他的 事件程序 这是一个程序 这是一个程序 其实的 workbook before save 这是一个保存 前的 事件程序 比如说你保存 工作部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 触发这个事件程序 那如果说你不想让 别人保存 工作部 你就怕别人修改 你电脑的 所有工作部都不想修改 怎么办 你可以一间写一个 workbook before save 然后呢 把它所在的文件呢 保存加载红 让加载红呢 自动来运行 自动来运行 这个提示 本工作部 不能保存修改 谢谢合作 咱们再给它 测试一下 给你保存 本工作部 不能保存修改 那这个文件 它适用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文件 还看 咱们找另外 找其他文件吧 随便找一个 DNC725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也是触发了一个 打开工作部的事件程序 出进去 然后打开了 然后呢 我 先试一下 打印 不能打印 保存 那也不能保存 我们任意 跳一个文件呢 都自动触发了 打印事件 和保存事件 说明呢 AZO程序事件呢 它是适用于所有的 打开的AZO文件 那这是一个保存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APP APP Workbook newsheet 咱们在讲工作部 实验程序 也讲了这个newsheet 这是什么呀 就是添加工作表 新工作表 时候呢 会自动触发这个实验程序 那这个程序级的 Workbook newsheet 就是说你任意一个 AZO文件 添加新的工作表 时候都会触发这个实验程序 你不管是哪个AZO文件 你只要打开了 你想添加 添加工作表 它都会触发 那这个实验程序的代码 那这个代码呢 下面我编写的什么呢 就是 我删除 也就是说 所有的 所有的AZO文件 都不准添加新的工作表 你只要添加的话 我在这就删除 删除 这是一个新建工作表的实验程序 好了 那关于AZO程序级的实验程序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 这是几个比较常用的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 你都可以看看是什么作用 作用 咱们今天讲这个AZO程序级事件呢 它可以适用于 所有打开的AZO文件 那这个呢 就是非常有用 咱们呢可以用一个文件呢 控制所有的AZO文件 你可以让它打印 也可以不让它打印 你可以让它保存 你可以让所有的文件 都没有办法来保存 这是AZO程序级的实验程序 等一下呢 可以在学习书呢 可以和AZO工作部 和工作表实验程序呢 结合起来学习 好了 那咱们的第十九集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呢 第二十集再见